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晚安 晚安 全哥 我們... 你有沒有覺得... 全哥 你有沒有覺得生活在這個世代 就是一樣都要有效率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21世紀 要是沒有效率 一下子就會被淘汰 好 觀眾有字幕都聽不懂啊 幹嘛啊 你那麼快幹嘛 現在要這樣主持就對了 是嗎 對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四位來賓好了 好不好 來 再來 來 我們歡迎 太快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四位跟你一樣 這些來賓曾經為了效率出了事情 到底他們的經歷有多瞎 多尷尬呢 歡迎他們出場 叫第一位 劉書宏 歡迎 歡迎書宏 歡迎林丹 歡迎阿諾 歡迎子軒 歡迎 歡迎 今天會來上這個單元 上這樣一個主題 必然大家平常屬於比較 應該是 對吧 好像是喔 林丹 林丹也是嗎 我是 因為我射手座 射手座就是比較... 喔 是我行動牌 我是射手座 真的假的 我是射手O型 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會超級急的 我啦 我啦 現在這樣相認識 對啊 我們先第一次見面 同溫層 對 剛剛認識的朋友 很充很充 其實妳的名字應該叫琳達 對 其實是琳達 琳達太親切了 對 大家都考一百 只有她考琳達 她全朋友 都親切了 對 就是很親切 大家都一樣這樣 好 他們兩個說了 射手座基本上行動派 你們跟星座有關係嗎 你們的極性子 怎麼會跟星座有關係啊 我天蠍座A B型 你呢 我巨蟹做O型 然後可能是我做任何事情 慢啊 沒有 很多事情都很急啊 隨向的人都這樣 有時候才會不會慢 可以快... 有人做事的性子急 他有時候是先天個性造成的 對 有時候是因為後天學習來的 他看到家裡邊誰 比如說媽媽手腳又是快 現在一切都想有光一樣的速度 生活都需要的一切 你看 高鐵的發明 台灣變一日生活圈了 對 你在基隆吃早餐 在肯定吃午餐 對不對 還可以到台東看夜景 可以 之類的 台會已經變這樣 來 第一個環節 歪搖 為了效率省時間 但急著急著 卻出事了 因為我前陣子 上個月的時候 去那個日本東京看球賽 然後我們是六個拉拉隊一起過去 女生出國就是會想要拍很多行程 可能網美咖啡廳啊 然後景點啊 藥妝電影店也要的 對 然後就要拍照 你們球賽之外的空閒時間很多 對 哇 真好 然後我們又要拍片 所以呢我們就是一天塞了五個行程 OK 超級多 然後所以我們可能大概六七點的時候 就要起床 然後第四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女孩想說 我們要一起穿和服拍照 六個女孩嘛 這樣子很可愛很漂亮 要去租啊 對 我們要去租 然後我們六點起床的時候 一到那邊 因為只有兩個服務人員 就是要幫我們穿和服的那些 OK 可是我們六個女生太趕了啊 因為我們還要用頭髮 還要化妝 然後可是我們下午四點的時候 必須要離開 要去下一個景點去吃飯 所以其實 還來得及啊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其實用完的話大概 十二點多 對 差不多 十二點多了 然後我們還要拍照 一個要四十五十分鐘 對 我們是開團制的 就是我們 就是攝影師還要等什麼的 其實蠻麻煩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時候兩個 就是服務人員的話 那我就自己先穿好 然後自己先化好妝啊 自己都先弄好什麼的 因為太趕了 沒有 就不是藝技 他只要穿和服 對 好看的妝 可是和服有很多層 你要... 對 所以後來我就是 我就是超快超快 我想說我第一個就好了 然後結果我一出去的時候 全場的人都在笑 因為我的和服就是穿錯邊 然後穿錯邊之外呢 我襪子也穿反 就我的那個襪子穿反 是怎麼穿成這樣子 你怎麼會小拇指 你怎麼會有點誇張 你怎麼會覺得 流那一根是小拇指呢 要透氣嗎 因為我剛睡醒你知道嗎 然後我又很急 然後我就這樣子 直接穿出去耶 加那個拇指 正常人都知道 那個是大拇指的啊 不會啊 因為你會 你很荒謬耶 沒有 你就會覺得 很像那個手套啊 手套不是就這樣子嗎 那手套也是大拇指啊 那你大拇指穿在頭... 單一的那個一定是大拇指啊 不然啊 好 反正我就是太急了 然後就是 我想說要幫大家省時間 結果後來沒想到 反正是我拖大家時間 因為我要重穿嘛 然後那個服務人員就要重新幫我穿 對 然後日本又很在乎 就是那個什麼左邊還右邊的那個 對... 其中一邊是喪事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很糗 就是一個不小心 然後大家就覺得... 拍出來是好看耶 對啊 就每個人都很可愛啊 好美喔 第二個藍色的是誰啊 藍色是我啊 你擋到後面的人了 你也是那一臉耶 就半天 大家六個人往外面撤 你是第二個人 你撤什麼撤啊 我跟你講 我應該站直對不對 我是應該站直才不會擋到 你是第一個都蹲下來的 誰擋得到你才撤你 對啊 你應該要直立的 我是被擋那個父母姓 我就跟你沒玩 欸 心機超重... 心機超重... 你故意了對不對 沒有因為那時候沒擋到 我都差不多就你寫藍色 真的 你可以啦... 對啊 好心機喔 好心機喔 來 劉姓宏 來 劉姓宏 來 劉姓宏 你講喪惡 陳哥 舒宏 舒宏 你呢 我其實是還蠻尷尬的 什麼啦 其實是我 之前有一段期間 我認識的一個新朋友 那認識新朋友的時候 他一定會接... 就是... 對 是女生 我們認識 沒有 你不認識 我們認識 就是他會把他的一些朋友群 介紹認識 那所以就會約吃飯或什麼的 所以那時候初期的時候 我以為我在... 在交通方面是很有效率的 結果初期約了大概兩三次 我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次是... 我記得是他跟他朋友是約在那個... 市政府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 韓國燒肉店 要站著吃的那一種 喔... 對... 市政府斜對面 對 然後... 然後他是約週... 呃... 禮拜五的... 晚上七點 那我剛好那個時候在... 中山國中... 呃... 中山國中站附近 就是... 附近北路 對... 然後我想說 我在那附近 大概... 我抓... 大概六點半 如果出發的話 坐捷運的話 我應該來得及 因為我覺得我那個時候 約七點半 坐到忠孝復興 再轉到永春站 市政府站 還好啊 對... 一個小時之內 但是我發現我... 步行到中山國中站 我需要... 大概十分鐘... 的那個路程這樣子 然後我心裡想說 欸...那六點半的話七點 來不及 那我就... 搭Uber是最方便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對... 又是六點了 對... 然後我大概就是... 六點半我叫了Uber 結果... 車大概十一分鐘才到 那我等於是剩下十九分鐘 我可以搭車了 結果那一次我已經上Uber 復興轉忠孝 超塞 那一條我下產了 我塞了... 呃...四十分鐘 所以他約七點吃飯 我大概快八點才到 但你中間有一直傳訊息 你跟他們說... 我大概要多久多久這樣 有... 但他那個時間很妙喔 就假如說你... 他顯示是六點二十會到 他那時間會慢慢的增加 六點半 三十五分四十 然後最後是快八點才到 結果... 又隔了一週 然後他想說 喔...那就約大家 在他們家吃火鍋 大概是六點半 然後我心裡想說 我住在那個... 就是新莊那邊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下班時間 我絕對不要再搭Uber或者是... 你一定要搭捷運 對...我一定要搭捷運 而且三點出門一定來得及 對... 人家都還沒下班 你已經到了 對... 然後... 我就看他說 喔...如果從我們家的機捷 然後到他那個... 三重的那個捷運站 我算好了 十七分鐘 這麼近 直搭車 那我覺得是很棒的 五點半出門都來得及 沒有...我抓六點出門 所以就抓了一個半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我出門之前呢 我要先去買酒 然後第一個是我 忘了算我去買酒的時間 第二個 機場捷運是十五分鐘一半 然後我就是錯過了 那個上一班 所以我就拿著酒 我心裡想說完蛋了 我錯過了剛那一班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下一班就是像一班的捷運 大概兩分鐘就會來一班 結果我等了十幾分鐘 嗯... 酒沒打開來喝掉 沒有我在那邊等 快把自己灌醉吧 對 先醉了再說吧 對 日子會比較好過一點 對 然後我就看到時間 我想說完蛋了 我上禮拜又遲到 然後我該不會今天也會遲到 所以我先傳了訊息 我說 我可能七點才會到 就是會遲到了半個小時這樣子 他說好 沒有關係 那... 大家等你來 然後再開鍋 哇 這壓力也太大了吧 對 你都把時間算太緊了 對 然後我算太緊了 然後結果我就一上了捷運之後 真的是十七分鐘就到了那個 黃線的那一站 然後我一下車 然後就想說好 就是Google一打開說 看他們家的方向在哪邊 所以我那一天我七點半才到 你每一個都要查好啊 對 他不是查好的問題 你是很容易有出問題 抓太緊 你抓那麼緊是要死啊 你中午就出門好了 醫生說我還會活三個月 我有些話我... 下個月我再告訴你 什麼 你一定要下個月再告訴我 因為醫生有講好這三個月 這麼緊 你有保證 你能保證嗎 我跟你講然後結果就是 經過那兩次之後 他之後有傳訊息給我 其實還蠻嚴重 他說 書宏我覺得你要不要先離開我的朋友圈 沒有是因為他說 是因為你每次都遲到 這個感覺很差 我說真的 然後他也覺得說 看要不要先 冷靜一下 對然後你要不要 把時間好好抓好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傳訊跟他道歉 我說 你可不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下次我絕對不會遲到 你在你家樓下就好了 對 我說你相信我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呢 我就下載了那個一個APP 是他可以去查捷運的一些時刻表 就是他幾點發車 然後他幾點到 然後我在出發之前呢 我會去看那個就是 那個是Google Map 然後他走到這目的地的路程要多長 所以我有多抓 所以他最後是有給我一次機會的時候 他又約在一個下班時間 大概是 也大概六點半的時間 他也蠻故意的我覺得 沒有 晚餐吃飯 然後那一次吃就是吃那個 而且你要下班 什麼排隊 那個吃什麼 吃牛肉麵要排到2025 所以他的湯就是花了 我在板橋那個 沒有他現在搬到那個什麼三重了 三重 對 板橋 以前那板橋 後來他搬夾了 對對對 搬了 然後他現在搬到三重 結果我還上網去Google 爬文娜附近 他聽車了 好難聽車的 對 我記得他那天是約六點 然後他又是那種預約制的 很難訂啊 所以 你知道我那天幾點到嗎 幾點 四點 五點半就到了 而且車還挺好 哇 那你待幾點出門 扳回一層呢 12點 他中午就出門 他去年就出門了 沒有 他又六點 我大概四點四時的時候出發 我到目的地的時候呢 然後還把車停好 還在現場拍了幾張帥照 就很棒 看他臉上那個驕傲的表情 我覺得他智商跟我差不多耶 所以你才會坐在一起啊 一直以為是因為講 他現在提供的這個例子非常好 所以也是現代人 為了要覺得自己是一個 時間管理大師 對 所以我可以精準的規劃我的狀態 今天到哪裡 今天在哪邊出現 這邊大概半個鐘的 我要去那裡 那裡那裡那裡 對對對 有些人喜歡這樣安排 那有些人不喜歡 但是遲到是不應該的 要留一點預備的那個Cuchon Cuchon很好啊 Cu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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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我滿小的時候 大概二十二歲 那時候準備要進八點檔 我還沒有拍過八點檔的時候 第一次準備要拍戲 然後很多前輩就跟我講說 你進了八點檔 你覺得沒有自己的生活 什麼都不能做 然後也不能睡覺 你不要想出去玩了 所以我就想說 在進八點檔前呢 就先出國玩 四十天要去香港 然後再去香港的前一天 我就想說 我可以把我的 就排得很順暢 十二點 有氧運動 再去拿機票 再去弄頭髮 就一整天都沒有落下來喔 所以我一早就先去有氧運動 我就接到同酬的電話 他就說 Cuchon你在哪裡 你在台灣嗎 我說對啊我在台灣 他說 那你先馬上進棚 定裝 然後先拍戲 我說蛤 他說對 你就先拍 拍完之後呢 其他等你四天後回國再拍 我說可是 可是我還言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有沒有那個人物設定 角色大綱 都沒有 他說你就先進棚就對了 就是這個明天就要播 但是因為我沒有經驗啊 明天就要播 明天就要播 八點檔就是會今天拍今天播 然後今天拍明天就要這樣 那時候你一個新人耶 一個新人 我就說可是我還沒拿機票 我今天可以拿嗎 他說可以啦 才十夜而已 八點就收了 晚上八點就收了 我說 喔好 OK 然後我就傻傻的 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 化完妝都還沒有劇本 大概 等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劇本就出來了 但他不是十幾頁啊 他是33頁 對啊 就常常不一級的 不是你的詞吧 不是我的詞 可是我要待到最後 就從第一頁 待到33頁 我就問前輩說這要拍多久 他就很冷淡的跟 很冷靜的跟我說 現在下午兩三點 應該拍到明天清晨差不多 你有早餐可以拿 我說蛤 我心想說我機票還沒點啦 中午12點 所以我就想說 隔天旅行社9點開 那我就拍到天亮 我還有時間去拿機票 真的拍到天亮耶 我記得是5點40幾分 我真的暈倒 然後回到家整理完 我行李都還沒整理喔 我想說沒得睡了 就直接拖著行李去旅行社 拿完機票 就叫小黃衝去機場 到了機場 你一個人去香港嗎 沒有跟我高中同學 就到機場之後 計程車司機就很好心 他說妹妹 你就是東西都要帶喔 先檢查一下 有沒有什麼沒帶的 然後我就打開護照 然後把機票夾進去 你不要去報到嗎 才發現 完了 你留舊的幹什麼 你留舊的幹什麼 因為我很少出國啊 所以舊的跟新的就長一樣 放在一起 他的封面是長一樣的 然後因為我前一天沒睡覺 那妳有聯本就一起帶啊 我沒有 我想說外面那個 就一定是新的 然後前一天沒睡覺 就飄了這樣子 喔... 這又是王中有錯了 我就把舊的帶了 然後新的丟在家 所以就只好 那只能搭下一班去啦 不用了 改成去南港吧 好不好 不要啦 香港到南港 還是路港 路港很好玩啊 路港隨時都可以去啊 所以我就拜託計程車司機 帶我回家拿 板橋而已 應該也不會很遠 我來回也要一個半 不會很遠 來回也要一個鐘頭啊 一個半吧 我在回到桃園機場的時候 我十二點半飛機 快要十二點 我用桃圖 他開很快 他已經來不及 他開很快 可是還要check in啊 行李啊 來不及 櫃台已經關了啦 我已經瘋狂衝過去了 我就想說天哪 沒有人 我就只好 改成晚上飛 花了兩千多塊 四天三夜 變成三天兩夜 因為到了就睡覺了 累慘喔 那你的朋友一定很怪罪你 對啊 他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 我說真的 劇組就是突然的 但是一般上班族 比較不能理解 一旦你接了戲以後 開拍的那天 你就跟他綁在一起了 對 世界批變 從以前 我的快應該是學習而來了 我就常常真的聽到很多人分享說什麼 欸我開車 我就是可以把妝畫完 什麼睫毛膏可以畫好 可以同時怎麼樣 怎麼可以這麼厲害 就是可以邊化妝邊幹嘛 但是我覺得我開車 畫睫毛這件事情 真的太危險了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吃東西很慢 我早上的時候吃早餐 我就要花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吃早餐 對 我吃東西很慢 我就是慢慢的 然後可能會看看電視 或看看書什麼的 妳吃了什麼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可能就是一個蛋餅 加一杯咖啡 就這樣吃一個半小時 就這樣吃一個半小時 我要嚼 我的作家口不好 我要嚼 我們也不是用吞啊 但我就是要嚼很久嘛 我就牙不好 反正我就要吃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好扯 對 然後我舒嬅 你有調理機嗎 它可以直接打成一個奶昔 太噁心了 不行啊 我還是喜歡美食的 我好歹也是美食節目 沒中美食王 然後我就想說 我舒嬅 差不多也是一個半小時 我把這兩個加在一起 是不是 我就省了一個半小時 邊舒嬅邊吃早餐 吃早餐 是不是聽起來非常的簡單 好像合理 沒有難度嘛 然後這樣也可以在一個半小時之內 完成兩件事情 稍微會拖一下 可是我跟你講 有一次就發生了一個災難 搶時間拼效率 加常炒飯快速上桌 隔夜飯 然後快速的幫你的冰箱 任何的食材 都可以拿出來炒飯 我就不知道你能多過來 來 大概五分 五分多 我抓大概六分半好不好 六分半 包含備料時間喔 可以 切蔥白 這樣算會 它突然好認真喔 三分十五秒 可以啦 你真的不要太得意喔 三分十五秒 好可愛喔 邊書畫邊吃早餐 吃早餐 是不是聽起來非常的簡單 好像合理 沒有難度嘛 然後這樣也可以在一個半小時之內 完成兩件事情 稍微會拖一下 可是我跟你講 有一次就發生了一個災難 就是我邊畫啊 然後邊喝咖啡啊 然後邊弄頭髮 就在那邊這樣吃吃吃 就突然 我在捲頭髮的時候 就是有電話來說 欸你可不可以找一點淨棚啊 我說好啊 沒有問題啊 我快好了 我就放下了我 電話 我就要去拿我的咖啡 我就在捲我的頭髮 其實快完成囉 我就去拿咖啡 結果我這邊就燙到了 啊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這樣 啊 然後我想說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喔 結果我起了 好痛喔 我跟你講我立刻起了一個50元的 馬上喝啤耶 還好沒有燙到別人 真的是還好沒有燙到別人 因為如果這邊也是 但是我曾經燙過額頭 對額頭也很長 都是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我每一次 你現在可能看不太到 有看到有看到 我這個是已經兩個月後囉 我的巴還是這麼明顯 喔傷到真皮了 而且真的很痛的是我 你那是馬上起水泡吧 對 但是我又立刻要出門工作 所以我能做的 就只是先拿OK縫貼起來 啊 然後我就出門了 結果我出門工作 還還稍微跑了一下外景 然後就在外面一整天回來 就是這邊的水泡就是被磨破了 哇那破掉會很嚴重 對 而且你知道嗎 燙傷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覺得那邊一直在這樣子 就是那個真的超級痛 可是沒有辦法 我就是只能忍 所以我那一次之後 我真心的就是把吃早餐跟弄頭髮 這件事情 兩個人分開了 不是 太危險了 我真心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一次做好 同時做好多事 但是就是因為聽到太多人分享了 會會會 你會覺得說為什麼別人可以 所以有人可以 有人就是不行 認 這是真的是我發生過最慘的一件事 滿慘的 對啊 然後吃早餐 如果喝 有時候就是想說要弄個蛋塔 然後 不是蛋餅 弄個蛋塔 這樣講錯了嗎 弄個蛋餅 然後刷睫毛 這個動作是不是看起來沒什麼太難 對 就這樣子吧 就是有一種 為什麼人家都可以 我就不行 所以我真的就這樣 你就不是一般人啊 真的 我們從認識妳 第一天就覺得妳怪怪 好 好 那我問妳們 妳們如果趕時間的時候 妳們下樓梯 妳們是一階一階走 還是會兩階三階走 當然是一階一階走啊 只是下樓梯 上樓梯還可以兩階 你下樓梯不可能兩階兩階 那疊太危險了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在泡澡的時候 因為沒穿衣服 然後想說我忘記拿衣服了 我就要去我們家樓上拿 就因為我們家是住那個透天的 所以我就想說拿了要趕快回到廁所裡頭去 因為裸體嘛 這樣被家人看到也是很尷尬 所以我在下樓梯的時候 我就想說剩三階了 因為我這樣矯健的人 是不是就直接跳下去 小時候是不是常常就這樣跳下去 就沒事嘛 我那天就這樣跳下去 就兩個腳背就落地了 腳背什麼 兩個腳背落地 兩個腳背落地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然後我就整個裸體 躺在我家的那個樓梯間 然後是這樣子 因為太痛了 我就這樣子 太痛了 然後我媽衝上來是看到一個 裸體的人 妳那時候多大年紀啊 大學了 所以挺丟臉的 就是妳當笑話的那個時候 就是對 什麼笑話 真的是笑話 這是我人生最美的時候 身材最好的時候 然後我就躺在那 結果重點是 我媽就抱著我的頭說 怎麼了摔痛了嗎 然後就一直呼我的頭 但是我痛的是我的腳 你知道嗎 然後我媽 重點是我媽也不知道 她就 我就說不是不是我的腳很痛 她說喔 她就把我丟進那個熱水池裡說 那既然妳要泡澡 順便熱敷一下 那個當下不能熱敷啊 我們就沒那個概念 結果隔天兩隻腳就腫了跟那個 面龜 然後我 這個是 得不償失欸 這是目前聽到最笨的一個事情 而且你們大家都沒有人會跳下來 居然都沒有人會走兩階三階 趕時間都沒有人會走 而且還勒體欸 我小學的時候有這樣過 但是是小學 對啊 大學生的還這樣 小學生還會合理 小學就會想要很快 小學生不懂得 沾前顧後合理 大學生了 還當時是學校校花 身材最好的時候 所以你這樣更大無腦 然後腳痛 然後媽媽那一位頭 媽媽烏頭 腳痛媽媽烏頭 對啊 對啊 你能長那麼大其實是不容易的 其實大家都不容易了 對不對 大家都不容易 現在都有同理心 我們是不容易 你是困難 你們在分享的故事 嚴重的程度不一 但是對關來講 可能都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對 OK 第二個環節來了 來喔 不能被擊敗 用對方法就輕鬆 我的高效率妙招 劉書宏就位 歡迎我們帶來的第一個 高效率的妙招 是什麼呢 就是 高效率炒飯 如何放隔夜飯 然後快速的幫你的冰箱 任何的食材 都可以拿出來炒飯 可能炒飯聽起來怪怪的 但他炒飯能炒得很快 又要好吃 你就要示範 我就不小心能多快 來 大概五分 五分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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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話 不要抓太緊對不對 不要抓那麼緊 我抓大概六分半好不好 六分半 六分半的炒飯算快嗎 對 請問 包含備料時間喔 可以 六分半搞定 計時準備 確定耶 計時開始 熱鍋 熱鍋 我按一分鐘過去了 我看效率在哪裡 這麼少的油啊 你不要那個 給他壓力 鎖片子喔 切蔥白 這樣算會切菜嗎 他秉級指導當然會切啊 他突然好認真喔 這樣很難生吸引你們嗎 會耶 對 先爆香 對 他剛剛 沒差沒差先爆香 不然你本來以為他 幹嘛聊這個啊 浪費了 剛男生 他只有 他只有一大碗飯而已 利用爆香這個蔥的時間呢 他在切火腿丁 對 然後再爆香火腿丁 是平常在加那種大火草嗎 對 這個瓦數可能一千瓦都不到 現在已經過多久了 應該兩分鐘了 一分鐘多吧 一分 一分十秒 一分十秒 還行 還行 他開始悠哉了 你看他 不要打扇 就直接下去 但不要打蛋的話 就下去就對了 省時間 是嗎 對啊 所以在裡面打扇 要讓蛋跟你剛才的那個 蔥的香氣 其實光這樣吃就是一個 火腿蔥蛋也很好吃耶 對啊 家裡剩的 飯 隔夜飯 如果是一開始把蛋汁打進飯 麵飯 也是一個方法嗎 我覺得這樣會太濕 三分十五秒 可以啦 那還可以啦 你真的不要太得意喔 三分十五 還沒調味喔 以他們有中餐秉級執照的人 其實用家裡的火 五分鐘炒就快是有可能的 對啊 香味出來了 嘿 快速搶效率妙招 歪樓撤出感情問題 你只要 紋眉 然後紋唇 然後或者是 紋眼線 所以我每次出門啊 我只要化底妝 然後擦腮紅 這樣就可以了 男生其實也可以紋眉 喔對 男生也可以 因為兩邊的眉毛 可能是要是可以稍微喬一下 成哥成哥 眉毛離這個眼影太近 是在這感情關係 比較不順遂 所以我希望你弄了 弄了以後 以他們有中餐秉級執照的人 其實用家裡的火 五分鐘炒就快是有可能的 對啊 香味出來了 要調味了是不是 那當你的女朋友應該都會 幸福飛死吧 因為會一直做東西給她吃 好 坐也坐 不會一直坐 你冷靜一點 炒飯的醬油非常重要 炒飯一定要有醬油 是喔 炒飯一定要有醬油 它顏色跟香氣才會出來 幾分喔 火關火了 火關了 非常好 六分五十秒 炒飯在家裡面做飯 給孩子吃的媽媽 媽媽們 祖父們 太太們 這其實你們都做得到 一樣你們都做得到 可是有沒有那麼好吃 這是關鍵吧 來 我要炒飯多好吃 吃點粒粒啊 你有吃喔 有吃喔 聞起來還滿香的 好吃的耶 很好 很簡單 材料很簡單 但很香 因為沒吃中飯然後 滿好吃的 快要吃喔 快要吃 他要把那個蔥白跟蔥綠分開來 蔥白是一塊爆香打底的 蔥綠是後來上去加顏色的 我要分開用 不能一起炒 我覺得滿好吃 是因為我做炒飯 我沒有加過胡椒什麼這些 所以鹽還是醬油 原來可以這樣加 你吃 我一直以為只要加鹽就好了 手飯一定有醬油 難怪我們每次炒出來的味道 都很單一 胡椒粉 對 這像好香喔 這還不錯耶 好吃 還可以喔 加分啦 多秀麗 多秀麗手飯 不錯 加分 快來劉樹鴻在賦約這件事情上面 是沒辦法準時的 但是在做菜這件事情上面 炒飯可以炒得很快 炒飯可以 一直行用 因為男生炒飯很快 這樣是OK的嗎 有效率 炒得有效率 大家都知道耶 劉樹鴻很會炒飯 對 看完他的炒飯啊 每個人要把自己的高效率 整在不同的地方 對 換下面一位 換我 換我 來 我是高效率可以就是化好妝 然後直接出門 因為其實我們女生滿麻煩的 是可能我們都要 大概都要花兩個小時化妝 沒有 沒有 還有頭髮 用頭髮 然後穿捲衣服 然後今天要帶什麼包包什麼的 就很麻煩 妳是說出門這些事情要準備兩個小時 對 就很麻煩 但是我現在就是 真的是真心推薦給所有的女生 就是妳只要 紋眉 然後紋唇 然後或者是 紋眼線 然後眼睛呢 那個睫毛用那個角蛋白 所以他就會自動幫妳用得非常巧 所以我每次出門啊 我只要化底妝 然後再擦那個粉 然後擦腮紅 這樣就可以了 妳打這個底要多久 妳打這個底要多久 超快啊 要不要三分鐘 大概三分鐘就差不多 因為妳就是擦個那個隔離妝 而且素顏的時候人家都以為妳有化妝 對 妳這樣就可以尾素顏 而且真的超方便 就妳一睜開眼睛就其實差不多都好了 妳睜開眼睛就差不多就好了 對啊 真的 因為他又紋眼線 又弄角蛋白 又紋眉 又紋唇 角蛋白是什麼 他就是一種有點像燙睫毛的感覺 對 妳就不用再另外花時間夾睫毛 然後妳只要刷一刷這樣就好了 但是其實確實是蠻 要花一點錢啊 可能這個加起來大概可能要 一兩萬差不多 但是妳可以節省到非常多的時間 對 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的 一個月花一兩萬 沒有 就看那個紋眉大概可以維持比較久 對 角蛋白大概一兩個月要做一次吧 對 一兩個月做一次 紋眉秀唇應該維持半年以上 可以 紋眉跟 紋眉聽過 紋唇是什麼意思啊 紋唇就是妳嘴巴妳卸妝之後 妳還是會有點淡淡的粉紅色 喔 因為本來就有顏色 人的唇本來就有顏色 本來卸完會有暗塵 對 真的 白色這樣 現在連腮紅都可以紋 對 腮紅的紋 而且還有紋粉底 就是整張臉紋得比較淺 這個有 所以妳太誇張了吧 紋粉底 紋粉底 真的真的 我紋眉的那個朋友 她有說有個技術是可以紋粉底 妳是在說什麼話啊 紋粉底這樣還要卸妝 太帥了吧 我不敢相信欸 她就是在眼睛 紋這臉像啊 然後再紋腮紅 那以後就不用化妝啊 就是我不敢紋啦 這樣自然嗎 就是可能你曬黑就會有落差 我不敢 而且這些都是就是可膩的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過一陣子它就消失了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是很方便 我只能維持一兩年這樣子啊 沒有半年 半年到一年之間吧 紋粉跟紋媒大概對 可是我跟你說 你要做這個你時間也要抓好喔 不要像他一樣什麼 找了捷運忘了走路的時間 因為恢復時間每個人不一樣 之前有跟我說什麼 恢復三天三天就沒事了 結果拜託 我花了半個月到快一個月 對 所以你要找好的 然後那幾天工作都是長這樣 因為你會想說三天之後就可以工作 我全部都長這樣 但我那個紋唇的那個女生 她是完全不會讓我嘴巴紅起來 超醜的 就是現在技術已經越來越好了 就你嘴巴不會到太軟 你有聞沒有聞差那麼多喔 就是眉毛啊你看 可是你本來的眉型就很好看耶 但是我會想要平眉 因為我不想要有角度的那種 這還好啦 這個長得這樣 我怎麼好看的 這長得很粗糙好不好 這多好看啊 對 然後這個就是 我以後就不用再多化妝 眼線也是穩的 眼線也是穩的 那很痛吧 你這樣子真的好看很多耶 我直接睡著 因為你真的省超多時間 對 而且你知道眉毛 以前我不會畫眉毛 我想說反正我眉毛應該沒差 可是等我 人家幫我畫完眉毛 每次那個妝感那精緻度 差好多喔 而且我們睡醒來會有點昏昏沉沉 你這樣畫會其實畫不平均 都會不平均 對 不平均 這樣其實就是超方便的 很好看 真的 大推大推 所有的女生 男生其實也可以聞眉 對 男生也可以 嘴巴顏色真的要挑好 對 真的 我真的有看過男生聞 聞一個超出的 你有去聞嗎 他一定有啦 就等下收工就一起去聞吧 沒有吧... 很值得啦 沒有 他聞了之後 就是就不用再畫眉毛了嗎 對啊... 對啊 或者是你知道你原來的 聞好的眉型再加一點顏色 你兩邊的眉毛可能是可以 稍微瞧一下 他眉型眼 瞧眉毛嗎 那那個眉毛離眼睛太近了 巴鈺多遠啊 巴鈺多遠啊 所以常常有人說我是驚訝眉啊 驚訝眉 好像沒有在用你 這樣就看起來很驚訝 全哥... 全哥到這個眉毛離這個眼影太近 是在這感情關係比較不順遂什麼 對 所以我希望你弄了...弄了一下 阿諾分享效率神器 糾察隊成哥又喊抓啊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絕對是高效率的 為什麼說 因為我這不會做菜 我真的覺得它真的還滿好用 煮飯真的那個備料 到炒菜就很久 我可能弄個菜 我就要用一個小時 所以我自從我找到一個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翻炒鍋 滋落 沒有 他是我 太多了 你身體 第三五零 你的眉毛離眼睛太近了 巴鈺多遠啊 巴鈺多遠啊 所以常常有人說我是驚訝眉啊 驚訝眉啊 今天我好像沒有在用你 但是看起來很驚訝 全哥... 全哥到這個眉毛離這個眼影太近 是在這感情關係比較不順遂什麼 所以我希望你 弄了弄以後就會看開一點 那是開眼頭 看開一點 但是真的很漂亮 值得 陳子玄換妳 妳要介紹高效率的什麼 我要介紹高效率很厲害的 可以讓自己變得很漂亮的東西 妳本來就漂亮啦 沒有 我的頭髮很恐怖 在沒用之前 真的 毛的 對 因為像我拍八點檔的時候 就會真的很累那一陣子 因為平均一天就睡三小時吧 對 所以我已經習慣 前一天把隔天要穿的衣服 放在床邊 嗯 就是起床之後 就直接就這樣拿 就直接穿上去 不用思考 然後就走到浴室 然後我已經訓練成很厲害 我可以一邊上廁所 然後右手刷牙 然後左手叫Uber 每天都這樣五分鐘都可以出門了 五分鐘出門 五分鐘就起床 把衣服套上去就可以出門了 然後就到劇組 但是頭髮比較麻煩 因為我是細軟髮然後又乾性髮 頭髮起床就是 跟爆炸頭一樣 炸掉 就是分岔捲 所以我每一次去劇組 都像被颱風吹過 我老公是阿 你問我老公 老公 老公 我突然 我突然 他嚇到 他嚇到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我很笨 因為我都不好好整理 然後我有一陣子就會習慣想學那個電捲棒 或者是禮子夾 就是一捲之後 或是一夾就會像我現在很順 但是我 我的頭髮剛起床就很捲很翹嘛 然後再加上頭髮起床不是會有靜電嗎 所以就會特別亂 所以一用就要一個小時 根本就不可能為了整理頭髮 然後起來弄 然後花一個小時阿 那怎麼高效率你 你怎麼弄 我朋友叫我用髮油 可是一開始我不敢用髮油 因為印象中 髮油就是很黏膩 然後用起來會這邊油那邊油 感覺就是很不舒服 但是這個不會 它很清爽 然後就一瞬就開 我今天有帶來現場 有帶來是不是 來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 它是髮油小精品 很厲害喔 All in one 一瓶多用 可以保養造型跟隔離 很強耶 還可以隔離 然後我為了要讓大家 知道它有多厲害 我又請造型師把我頭髮 弄得像我剛起床 就是蕭雜貨的樣子 有夠毛髒耶 超亂的 這就是剛起床喔 還是你覺得很性感 可以 可以 要這樣吹 台風吹過的感覺 你這個髮型 是跟老公 翻雲過雨之後的樣子 的樣子 而且呢 它用了之後 完全清爽不黏 你一般髮油不是都會黏黏的嗎 對 然後用完之後 頭髮就有那個麵條感 而且再去弄整趟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的聲音 它不是噴霧耶 它不是 它真的是精華 很厲害 我平常就會像這樣子 起半下到以下 然後呢 就在手心搓熱 這樣子 熱熱了之後 就順這個頭髮 就這樣順時 一撥 它就直了 就只要這樣順就好了 一撥就順 然後一撥就開了 然後呢 每個地方都會弄到 平常就會這樣子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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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就會變得很Q彈 把胃也會稍微順一下 有沒有 因為有些太有的 會那種看起來很黏 對啊 有沒有 頭髮已經會跳舞了 很Q喔 而且它的光澤感很漂亮 剛剛不是這樣子的 很厲害 我很唱 有吧 你看走一兩邊就差很多 而且很香 好舒服的味道 對啊 我現在弄另外一邊喔 其實現在這個味道好 然後啊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 六種的 植萃複合油 跟一般外面的髮油 會加礦物油 差非常非常的多 它的分子很小 所以吸收得很快 而且還有維生素A 跟維生素E 就抹在手上 也都完全不會黏 而且你只有用雙手欸 對 我就用雙手這樣剝 這樣戳 你看 頭髮 滑到抓不住 超滑溜的 滑到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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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變很順耶 好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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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精兵變女神 超漂亮 就是拍髮型廣告的概念 是不是很厲害 很漂亮耶 有嗎 有兩款是不是 有兩款 一個是花香味 然後一個是木質調的味道 比較中性 真的 然後我覺得我最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持廂可以很久 像一般的可能玩像那種 然後隔天起床 就沒有味道了 可是它可以持廂一整天 就很有魅力這樣 喔 魅力一整天 我現在會早上起床用 然後紹行前用 可以幫你保護你的頭髮 會受傷啦 對 就可以阻擋那些熱 對你頭髮的傷害 然後最厲害的是 如果你上捲 它那個捲度會 維持比較久 而且會很亮 打底是不是 真的 有點類似 對打底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官網 或是全省的 綠色連鎖藥妝店 都買得到 平常沒有時間做護髮的 都可以使用 就推薦給所有愛美的女生 男生也可以用喔 喔 謝謝盛志全 謝謝 謝謝 好棒喔 阿諾該你了吧 對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 妳的高效率是什麼呢 呼吸對不對 不是啦 不是啦 高效率就呼吸 呼吸是什麼 跟煮飯有關係 你的專長 煮飯 因為你知道嗎 我本身是不會煮飯的人 但是... 哇 那你也敢推薦你不錯耶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絕對是高效率的 用什麼說 因為我這不會做菜 我真的覺得它真的還滿好用的 因為你知道嗎 我小孩出生之後 我就有一段時間 因為擔心他吃東西會不健康嘛 如果買外食 所以我就還是嘗試了想說要自己做 嗯 可是煮飯真的那個備料 到炒菜 就很久 尤其是炒說 我不會炒菜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為了不讓那個菜焦掉 或怎麼樣 我都要站在鍋子前面 可能一直翻 一直翻 這是唯一我能確保這個菜不會 那黑掉的方式 所以光我站在那邊 我可能弄個菜 我就要用一個小時 所以我自從我找到一個 然後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翻炒鍋 那時候我覺得 他真的長得太好笑了 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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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 快速煮菜有撇步 效率上菜一焦搞定 我喜歡吃胡椒蝦嘛 訂了五分鐘或十分鐘 我就丟進去 然後他自己在翻的時候 我就去擦乳液 那我剛剛在炒飯的時候 你不會把它帶出來給我吃到就好 是不是很方便 滿方便的 他幫過很多不太會做菜的人 你不求鍋氣 你不用要有那個鍋氣或是什麼 他是一定把你弄熟 對 是不是那麼好吃 都還能吃 不能吃 對 吵一吵 還不能吃 光我站在那邊 我可能弄個菜 我就要用一個小時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翻炒鍋 那時候我覺得他真的長得太好笑了 失落 沒有 他失落 對金升起 1350 沒有 但是你知道嗎 當初人家看到我用的時候 他就是每個人都會想說 這什麼東西啊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他 是因為 我只要把菜丟進去 嗯 他就會一直自己翻 自己翻自己翻 所以可能 我可以用那15分鐘去洗頭 然後可能再丟第二道菜進去之後 他就這樣子 他就跟那個洗衣機很像 你知道嗎 好厲害喔 他就是什麼 他自己菜就炒好了 你就定好食 你就把蒜頭 這叫什麼 這鍋叫什麼 翻炒鍋 然後我喜歡吃胡椒蝦 我也就是比如說定了5分鐘 或10分鐘 我就丟進去 然後他自己在翻的時候 我就去 我就去擦乳液 然後幹嘛的 我還會很喜歡拿他做什麼 那個叫什麼啊 那個什麼 螞蟻上樹那些什麼的 沒有啊 他可以做螞蟻上樹 我剛剛在炒飯的時候 你不會把它帶出來給我吃到就好 是不是很方便 蠻方便的 我剛剛還押飯押得這麼辛苦 對啊 他就只要自己 你可以做螞蟻上樹 我跟你講 我就是比如說 我就把肉丟進去 他在爆炒的時候 他會教你有一個下食材順序嗎 他不會教我 但是我大概下食材順序 我自己會知道 所以我大概就是比如說10分鐘 我就可以去吹個頭 你知道嗎 不是說肉末跟粉絲都放進去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還會做 因為粉絲可能還要先泡過 所以我要先弄那個肉末先炒乾 炒乾之後可能他好了 我再去過去把那個 你只要加肉跟油 對 然後再來把後面他10分鐘炒完 調味什麼都不需要 調味還是要啦 對 自己調味 所以調味一開始就先下了 你就都下去他就會 肉 油 調味料 好了以後就 因為他不會不均勻啊 他就像洗衣機一樣啊 我炒完一桌菜可能三菜 我可能都吹好頭 然後也插好保養品 以前這件事情要分開做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吹頭了 我可能就不插保養品而已 你買多少 你們真的想買啊 他其實不便宜喔 他也是要1萬 蛤 這個要1萬塊 可是我跟你講 你節省下來的時間真的是會很多 不是 可是你煮這個 你要有一點順序 我聽說是個像米商品的 就是你要先炒乾的東西 慢慢炒到濕的 你不可能先炒濕的 不然你還要拿出來醒 所以你的順序和你那一天要做的菜 要先想好 但是這個真的你可以 不便宜耶 真的可以省一點時間 省蠻多時間 不是一點時間 而且因為蠻省油的啦 因為他幫助很多不太會做菜的人 對 你沒有那麼會做 但是你大概知道 然後你不求鍋氣 你不用要有那個鍋氣或是什麼 他是一定把你弄熟 但是是不是那麼好吃是另外一回事 都還能吃 都還能吃 吵一吵還不能吃 不能吃耶 不能吃賣這個幹嘛 而且這個比較不會失敗啦 他不用盯著鍋子 就不用盯著 你可以省點時間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有一點料理概念的 但沒有時間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 對 你也可以拿著煲湯啊 很適合在聚煮那些 對啊 快速料理 或是煮那種 紅豆湯那種很容易 他會幫你翻啊 對不對 他就一直攪 他會在自己翻啊 你就不怕 什麼糖漿的那種東西啊 所以他就告訴你 你怎麼會不調對齁 這個是個做法 你們今天分享這些高效率 還有前面在吃緊弄破碗的事情 滿好耶 因為這是現代人的通病 大家都在追求心速食鹼啊 量能多快就多快 但是透過你們今天分享的知道 快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方法 對不對 一天就二四小時 想完成的事情很多 如果巧妙來安排時間 善用你的精力 擁有高效率 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沒錯 根據天下雜誌的報導 要提升生活效率 他們說有三件事可以開始做 第一個 制定明確的目標 再來 優先處理任務 最後一個 學會拒絕無關的事物 保持冷靜跟周全的思考 切勿為了極的要追求效率 而讓心情跟節奏 都陷入了一個混亂 祝福我們現場的每個朋友 也就是祝福所有的觀眾 能夠善用生命中的每一天 在生活中創造你自己的 最期待的最佳品質 OK 女王大人 下次見 See you 謝謝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女王大人喔